好,那么我们首先呢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讲的内容 那么我们昨天讲的重点呢,就是这个特征工程,对吧 那么这个特征工程呢,我们分为几大部分 那么第一个就是特征抽取 那么特征抽取的主要作用呢,其实就是针对于这些是文本的 或者说你这些特征里面是类别的这些特征 是不是要做特定一些,把这个具体的文本转换成一个什么 数字类型的吧,对吧,这有具体的 那这些数字呢是有具体的意义的 那么这个字典的特征抽取呢,它把它转换成什么样的 一个弯号的编码吧,对吧 那么这个弯号的编码是你后续再去使用的时候 用的就是它弯号的编码之后的这个数据 那么文本的话,你进行特征抽取 就是记录你每个文本 或者说你每篇文章里面的每一个字,对吧 每个字,那个每个词语的一个重要性 或者说一个词评 那么这里面,它设计了两种 一种是Count的Vectors,一种是什么 TF-IDF,那我们通常使用的是什么 通常使用的是TF-IDF,对吧 那么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考虑到了词的重要性 那么这个考虑词的重要性呢 它是由于如果一个词在多个文端当中出现的话 那是不是这样的话,就这个词的重要性 是不是要下降一下 对吧,它考虑这个角度 所以你要记住,这个角度是怎么去分析的 那第二个,我们讲到这个特征的预处理 那我们特征预处理的重点呢 就是这个,对于数值型的数据 我们需要进行什么 这样的一个规划和标准化 但前提是要知道它的一个应用产品 那后面我们讲的每一种算法呢 你如果说这个有的算法需要用到规划 那你就用,不需要用到规划了 你就不要用 理解吧 所以规划并不是说所有算法都想都要用到了 那么这个规划它使用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它是为了避免对吧 避免某一个特征的对我们最终的这个结果 造成很大的影响吧 当然这是也是针对特定的算法而言的 对吧 那同理规划和标准化 它们的一个区别在哪 或者说它们的缺点 哪个解决了什么问题 对于什么 异常数据来说 对吧 对异常数据来说 我们的标准化是不是更好一些 所以我们通常使用的都是标准化 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里面啊 标准化呀 还有规一化这里面的公式 或者说这里面的这个具体的怎么去计算的 得知道 那么标准化我们用到的是什么 平均值与什么标准差吧 对不对 这两个东西是需要记住 那同时我在讲标准差的时候 讲到了一个翻差的概念 那么你要时刻记住 这个翻差的大小是考量了 是考量了这个数据的一个什么特性 对吧 那翻差对 翻差的这样的一个小 对啊 如果翻差非常非常小的话 甚至翻差等于0的时候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是什么特点 对吧 都是一样的 每一列特征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它特别大 说明你这一列特征里面的数据 非常什么 离散了 分散分散 对吧 好 那么这是特征预处理面的 这一个重点内容 那特征预处理当然也包含了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时间的处理啊 还有类别型的特征的一些处理啊 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 对吧 那我们就不详细说了 还有包括缺失值 缺失值 这也不提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这个数据的这样的一个降维 其实就是特征的降维 那么降维的一个特点呢 其实就是把你的特征的数量给减少了 目的就是这样去干 对吧 那这里面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特征选择 一种是PCA 主成分分析 那么我们说这一个 其实到底应用产景非常明显 只要你的数量 特征的数量能达到数百个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去用这个PCA 对吧 可以考虑用这个主成分分析 把这个数据给降维了 那如果说你的特征数量比较小 你也希望去减少某部分特征的话 你可以去用特征选择里面的 我们讲了一种 叫这个删除低翻差特征 对吧 过滤式直接把低翻差特征给删除了 好 那么这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特征工程的一个重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这个算法这个分类 那么首先我们把算法分为哪两大部分 有监督和无监督 有监督和无监督对吧 那么这两种它的一个依据是什么 你的数据当中 如果说是既有特征值又有目标值是监督 只有特征值没有目标值就是非监督 好 那我们这里面讲了监督学习 它是一个重点 那么监督学习当一个重点的话 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算法 类别 那它分为哪两大种 分类和回归 对吧 那分类和回归的一个判别依据是什么 你的 你的目标值是离散的还是连续的 如果是离散的话是什么什么算法啊 分类 如果是连续的那就回归 对吧 好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的这个非监督 也有一种剧类算法 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说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重点内容 然后呢 还讲了这个机器学习开发的一个流程 这个流程呢 我们就不再去讲了 你自己把这个我讲的这个画图里面去看一下 那看一下这个流程大概怎么去走的 好 好